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去年就是这个去年好不好 来 首先来问余祥犬 大家好 各位朋友 主持人好 大家好 我是余祥犬 来 接下来我们欢迎景文 大家好 我是景文 说到转运的方法白白种 说祥犬 你这么年纪轻轻 但你也听过说蛮神奇的转运方式 我大姐 因为我家大姐是号称赌后 世界赌后 你知道他各种方法都试过 什么去财生 求金积母回来 他有去埋 听过比较特别是埋金线 埋金线 埋在身体里面 对 就是它类似那种发财线 这我第一次听过 你有听过吗 我没有听过吗 没有 听过埋瘦身线 我没有听过埋发财的念头 对 你说埋瘦身线 埋什么什么线 发财线埋在身体里面 聊不聊 没有 都没有 这样对不对 在台湾吗 在台湾 好像是听说是太师 天啊 大姐去埋了 大姐去埋了 只是金箔 埋在里面 然后那个师傅 这样 你知道 你怎么跟他讲错呢 那师傅是你吧 不是我啦 我弄个光头 谁会信我 真的吗 埋金线 埋金箔 叫做发财线 对 有用吗 这个可能要小心 因为你的身体 如果加入金属的东西 你是不是会金属过多 会中毒 我也是怀疑会这样啊 所以我大姐也是 要小心 摔屁股 那时候摔屁股 埋的时候也是不舒服 不舒服 然后还有打麻将之前 我会洗艾草 这个有用吗 先禁身是不是 艾草沐浴乳 有 你如果是毒鬼要帮助你 就帮不到啦 是这样吗 对啊 你知道 那个我们讲 我们上次那个怎么 那拌架没有就有刮鬼 如果他 你说我要删 我要删 他不是来的都是删 所以刀有刮鬼啊 是这样啊 我肉贴打鬼里面有血 不可以这样 洗洗把洗掉就对了 要喝烤酒 要喝烤酒这样喔 刮鬼 怕酒鬼 对啊 真的喔 那是丢人人喝吧 不要自己喝 搅鬼 怕酒鬼 还有一个 这个是我的祖传 这是爸爸四十年前 买的金表 打麻将我必带 必带 比如说洗牌的时候 有没有 还有钻 闪亮他们 然后打牌很有气势 那个抓 手都一直这样 丢牌 这样 这样 摸的时候这样 是赢多少啦 这样 赢多少啦 我打很小 我怎么那么用力 他打很小 他打很小 但气势很大 对啊 你不要这样嘛 而且我们还是很好玩 自摸的 洞杠上自摸 对不对 中洞卡进来 好 来 每一家二十 二十块 是 以前人 以前 以前 那个打麻将 很多人都喜欢戴 这个叫露蕊 露蕊 那露蕊在什么你知道 就是 要把来床钓钓钓器 对 如果输的话 所以露蕊 就要露蕊 你要跟那个 你哪有说的 什么东西 可以 对 杜林哥也露蕊 你这样说 杜林哥你输了 你那个值钱 上面要赚啦 就是赚钱 有没有 赚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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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 对啊 来来来 讲开运的方法 景文 景文你也听过 长辈用一些奇特的开运法 就是 我的那个长辈 他们家其实 家境环境还不错 可是呢 他就觉得他的小孩子 运气不好 然后就听老师的说 把他们家的那个大门 本来方方正正的大门 把它卡住 做成斜的 把门 本来是一个方方正正的门 它打掉 然后门就这样移进来 往内移进来 然后就变斜门 就很斜门 本来是正正的 比如对一个方位 对 然后他把它打掉 打针 对 就变成一个稍微斜一点 往内斜 还不是往外斜 往内斜 往自己家里面 内斜 好像有 好像钱进来 他就觉得说 这样子好像就是 小孩子的运气 会变好 结果他们做完之后 没多久 他去大陆探亲 没多久就在大陆往生 超斜门的 真的超斜门的 我本来是想转斜门 结果人生发生了斜门 本来是想说 帮助小孩子的运气 运势发展 结果没有想到 不知道为什么 就他自己 而且还是在外地 往生 他小孩子都不敢相信 而且没多久的事 对 真的很斜门 他还有一个 他们家还有一个 喝酒 那我听过 是喝别人的尿 不是喝自己的尿 喝别人 喝别人的尿 是 而且是要喝 运气好的人的尿 哪有 谁啦 是谁 等一下 等一下 我把这个喝完 我把这个喝完 快点 安姐 我今天有下球啦 快点啦 我今天有带水壶啦 真的 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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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问一下这个师傅 尿怎么样 味道怎么样 喝完 喝了 特写 他真的有 拍不到 他真的有 你不要喝那么多 他怎么拍不到 运气要独占熬头 要喝运气好多 你不觉得这个真的很瞎吗 为什么要喝别人的 因为要喝运气好的人的尿 对啊 因为那个老师说 运气好的人的尿啊 味道比较香 然后呢 味道不一样 我没听过这个 没有 他妈喝自己的 对啊 没有喝自己那个是养生 对啊 他们讲的是养生 可是我也觉得别人 哪很会喝尿的啊 干嘛喝尿啊 真的有人喝吗 就是 还真的 还真的有人去 结果有好吗 有比较好吗 我跟你讲 那个他运气还没有好 自己就先吐了跟什么 一样去挂急诊啊 那还是下次 郭董比如说 他去尿尿的时候 我们就拿水壶去接 然后放到衣贝说 诶 这是郭台铭的尿 要不要接 要不要喝 放上去卖 现在可以问了吗 那个鞋门的问题 可以问吧 立行老师 刚刚那个景文提到说 长辈用的那种转运方式 就把门改成鞋的 那是什么意思啊 我觉得我们先来分析一下 就是说到底为什么 在洋宅风水我们要改成鞋门 那其实就统计下来 不外乎两种原因 第一种状况就是 我可能我的家门口有一个 比方说是入冲啦 或是一个煞器 直冲到我家的门 那所以呢 那就会有风水老师建议说 一把门改成鞋的 这样你就看不到这个外煞了 这是一个方法 那另外一个呢 就是像景文姐刚刚说的 我想要转运 因为我们都知道 这个以原运而言的话 二十年换运 那也许就一些大户人家的话 他会希望 我家的这个 这么好的一个门地 我要延续下去啊 那可是我二十年过完了 我要怎么样去接气呢 我就把这个大门改成鞋的 因为改成鞋的时候 我开门的方向不一样了 那你也许就能够接到这个运 但我必须说 不管是哪一种 其实这都不是正常的方法 我不建议使用 为什么呢 我们一个一个来分享 首先呢 其实我们在中国而言的话 我们讲的是什么 我们要走正路行大道 可是如果说我们开鞋门的话 就变成我们是走歪路行鞋道 那所以就会有一个讲法 一个谐音 就是说如果你家里的大门 是开鞋的门 那其实家里的人 就会走向正鞋的鞋 就会变得比较鞋门 对不对 这是第一个 那以第二个而言的话 因为在中国传统习惯上面 讲求大宗制正 方圆平整 那其实以洋宅风水而言的话 我们家里面任何的装潢摆饰品 其实它都代表了 不管直接或间接代表一个主人 它的一个心性 那比方说如果家里面都是这种粉红色的 那可能主人它会比较浪漫 比较爱幻想 同样的如果说我们这个大门是鞋的话 那因为每天这样子看看 其实就代表就是说 我的这个想法不知不觉当中 它会走得比较歪斜 那还有再来就是说最重要的我们人 毕竟是感官的动物 如果说我们出门进家门都看到鞋鞋的 其实那个心里感觉不舒服 任何的事情或者任何的这个装饰摆设 只要让家里人有不舒服的感觉 这就不是一个很好的风水 当然最后一个 那我们以现代的理论去看这个鞋门的话 其实不管在动线上面 或者是说我空间规划上面 这些都不实际 那所以综合以上三项真的是不建议 不管是说我要化煞也好转运也好 都不建议开鞋门 那当然那如果说我们针对鞋门 我们来做一个结论的话是什么呢 也许就一些比较特别的 我们讲说民俗的方法会说 我家里面如果改鞋门的话 能够快发 就是我能够很快强到这个气 我能够快发 但毕竟这个快发它不持久 那所以我们一般我们是赚正财的人的话 我建议家里面还是不要去 装这个鞋门 那如果说我们真的要装鞋门的话 只限于一种 应该是说只限于两种情况 比方说像我们看到很多工厂 那工厂的话 它的主要的这个行政大楼 它一定是开正门的 可是我这个车子 我往外面这个通道 我是开鞋门的 这个可以接受 但这个必须一定要有专业的风水老师 把您的这个公司的方位 包括你的水口都量得非常仔细的之后 才能够这样做 第二个状态呢 就是如果我们是走偏门的行业 像刚刚录影前这个祥全 我跟我们分享的 最近不是贴这个氏族吗 对 打得很热 打得很热 像这种比较 这种偏门的这种行业的话 那如果我要为我的办公司 或者为我的这个公司 开一个邪门的话 那勉强可以接受 但还是我最重要强调 人毕竟是阳性的动物 还是要走回正道 那所以开邪门这件事情 真的是不建议啦